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数互联网人物以史诗般的传奇 构筑了一个星光璀璨的互联网星空 互联网时机将通过记录互联网发展史上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 勾画互联网发展的壮丽花卷 见证人类新闻名的演进历程 《雷万史记》是第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纪录片 它既不是中国视角的也不是美国视角的 它是一个真正的站在全球的角度 全人类的角度来考察整个互联网的全球化历程 无论是时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 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进程的 往往是一部分脱颖而出的个人 在历史进程的重要关头 没有错过时代富裕的关键时刻 依靠自己个人的特质和独特的努力 成就了独特的贡献和伟大的奇迹 他们无疑是历史进程的代表人物 是凝聚时代变革的典范 互联网的浪潮 它不仅仅是只有乔布斯 扎克布格 也不仅仅只有马云 马化腾 比如在非洲 在印度 在南美 在很多地方都在发生着很多精彩的故事 有很多更重要的人在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互联网史迹 能够把这些都能够全体的展现出来 互联网史迹 网络全球互联网企业家 互联网侠客 互联网政治家 互联网思想家 互联网符号性人物 并以实际的方式 给人物以历史的定位 互联网不一样 互联网是一个时代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时代 这跟精神有关 这个信息时代的就是人 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 互联网它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新的理议 从发展膨胀 但是你不科学地看待这个东西 它就会带来影响 网络要跑步要破灭 我就记得在万全庄严的那个小屋里 我们一帮清华同学过来看我 然后在一个特别小的屋里面 然后我是第一次在中国上互联网 我说你们看这是互联网 然后在拨号 拨号来后 我说咱们先把让你们震惊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